也希望将来可以来马来西亚发展 三个风鸣的 我希望我们如果有拍到第十季的时候 我就更加年轻 没有穿衣服 宝贝 欢迎收看8860世 你好 我是HAPPY 颜杰颖 一开始要跟你讲 我跟你讲 超级美少女青春韩国女团 即将来到了马来西亚跟大家见面的 那如果你想要迎娶她们的见面会入场券 记得留守到最后 因为我们等一下才会送 然后一开始呢 真的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也就是中国好声音就在昨天的时候 已经结束了她们的总决赛比赛 然后巅峰之夜那一个晚上呢 我跟你讲 超级的激烈 也要恭喜李荣昊 荣登了终极冠军导师之名位 你知道她第一次参与 然后呢 如果你相信 如果你有追踪中国好声音的话 你肯定知道 她在教导学生的方式呢 跟其他的导师比较不一样 她不会着重在编曲方面 她会更加的 她会让学员呢 跟着那个主唱呢 一样的唱法 一样的唱功给唱出来 你知道吗 这样子呢 有时候有些学生 就还有学员有说 她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呢 不太了解 为什么李荣昊老师会这么做 可是后来呢 当她们看到自己的进步 一点一点进步的时候呢 她们终于知道 李荣昊老师的用心了 然后再一次恭喜 那这一次呢 她们一开始的时候呢 哇 我跟你讲 年度最强战队李荣昊导师的 十二个强队的那个学员呢 就合体演唱 年少有为 你可以看得出 她们十二位一起演唱的时候呢 每一个人的声线都有自己 属于自己的特色 然后她们有进行任何的改编 但是可以听到 每一把独特的好声音 所以我相信 这是李荣昊老师最棒的地方 另外呢 跟你说 她的就是最 她的爱将 她的爱将呢 荣登第一名 那就是火星女孩 行寒迷 你知道当行寒迷在唱的时候 我会觉得她的声音 真的好特别 她的声音呢 并不是那种很爆发力 但是却有一种 很柔 很独特的唱腔 所以看一下她的样子 好像还蛮普通 还蛮就是朴素的 但是当她唱起来呢 却有自己独特 个人魅力在 所以再次恭喜了 恭喜李荣昊老师 也恭喜行名单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去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 她从黑色惠美眉开始呢 开始出道了以后 到现在自己当老板 自己创业 整个过程 我觉得她真的不容易 我们去看一下 有的是丫头的大牌check room 嗨嗨 白白64的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詹芷芹丫头 因为现在真的都是 比较以副业为主 但是其实两边 都还是同时有进行的 当然是希望演艺圈 可以在节目上 电视上带给大家欢笑 所以还是很常会去录制节目 那副业的话 就是用其他多余的时间去进行 三大要诀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一定是不可以怕辛苦 再来就是第一个要做对的选择 第三呢 就是一定要很有信心 要对自己有信心 这样做生意就比较不怕失败 第一个呢 就是在你买任何东西之前 你先想这个东西是你想要的 还是你需要的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把每个月赚来的钱 先把存款存起来 然后再把每个月的开销 比如说你的车贷啊 你的租金啊 全部付完之后 剩下的钱才是生活费 这样子你每个月累积起来的存款 就会很多咯 我应该会是一个严厉的妈妈 因为对方他是一个什么都无所谓 什么都没关系的爸爸 所以小孩可能就是会放在那边 让他自己自生自灭 所以我就要当一个严厉的妈妈 照顾好小孩 戏剧作品是前几年比较多 那因为这几年副业比较忙 所以比较少 但是还是有蛮多一些主持活动的 那也很常会跟献哥跑来 可能不说新马来出席一些活动 所以还是蛮多机会可以看到大家的 也希望将来可以来马来西亚发展 就可以住在这边 就可以更常看到大家了 哇 我蛮想要看到丫头 她怎么样成为一个严厉的妈妈 因为她身影那么可爱那么嗲 如果她成为一个严厉妈妈的话 我相信孩子应该也不会太坏到哪里去吧 我觉得应该是会很可爱 那如果你是妈妈的话 你到底想要生几个孩子呢 那张博之呢 之前就在一个访谈当中 他就有说到自己想要一直生一直生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说如果自己的孩子长大 去外面拼搏的话 但也没有人粘他的时候 他应该会很伤心很难过的 所以他就有这个愿望 想要一直生一直生 当然自己也知道不太可能 因为怎么说呢 可能到了一定年纪也生不出来 对不对 但是他就说了 毕竟他有时候偶尔还会上网 跟大家做直播 来就是疏解一下他的闷吧 所以你知道吗 他最近的儿子小王子 已经满一周睡了 虽然这次带他到日本出游 你知道吗 你看三个小孩子的画面是不是很温馨 然后当然很多人在那边想 到底小王子的爸爸是谁呢 真的是这一年来有很多的揣测 从新加坡到大陆 各个男艺人都被承 都被质疑了 但是呢 全部都被全盘 就是否认了 就是张博之全盘否认这些人 到底是谁 又有一个消息传出来说 孩子好像是混血儿 但是张博之依然守口如瓶 并没有告诉任何人 到底孩子的爸爸是谁 不过呢 我看到他现在那么幸福 当个幸福的妈妈的样子 我觉得对他来讲已经很满足了 好了 再来说到另外一个 大家也非常期待的一部剧 那就是春天花花娃拉拉的 海报拍摄《木猴花絮》 我们去看一下 大家好 我是Ryuan 协常委 今天大家众演员 全部都来到这个 葫芦兰加这个Bamboo Village这里 就是要拍摄我们的 春天花花娃拉拉拉 拍照片 拍照片等等的 哈啰 大家好 我是Emily 我是望远球天 今天就很开心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 那个春天花花娃拉拉的 海报拍摄里 是是是 幸好你们早来 再迟来几天呢 我觉得我们就不是这个Tone 他晒黑很多 这一季的衣服比较不一样 你就是越来越像Mars 真的 我去穿越花耶 我希望我们如果 有拍到第十季的时候 我就更加年轻 没有穿衣服Baby 哇 你是在Benjamin Button吗 我们这次的竹井呢 是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 我们的海报也拉队来这里拍摄 我相信海报的效果出来 应该感觉会蛮好的 哈啰 八六十四的观众朋友 你们好 我是袁腾 其实我跟其他演员 大部分是在之前那几部剧 就认识了一段时间 所以还可以相处得不错 然后Orange就是第一次认识 然后她的人也比较外向一点 也比较快热 所以对于我这样慢热的人来说 是很好的一个火花 琪琪来到第三个系列了 那她其实有变得比较成熟一点 事业跟爱情 她应该要选择哪一块这样 这个是她在这个系列里面的功课 还有新的男朋友喔 之前呢就是跟春风 然后呢就面对一些沟通上的问题 然后就跟她分手嘛 然后就才会跟常乐 还有就是陪宫过红鸡昂哥 一起来到他们的老家陈家村这里 对 来散散西跟袁腾他饰演的异星 就有一些暧昧的元素在 戴异星 那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倒霉鬼的 全村都公认他是一个烧把星 就只有花天 Orange饰演的花天 还有那个王群大哥饰演的一宅书 他们两个是不会嫌弃我的人 是啊 那我们现在是有一点点小休息的时间 就是大家可以换衣服补装这样子 然后等一下呢 其实Kobe还有Jordan呢 有一场戏就是要50的 没有啦 也没有很紧张啦 因为有 因为有替神嘛 没有啦 我是觉得 该做的我们会尽量去做 然后也需要各方的配合这样咯 因为整个都不是整个团队来的嘛 这样如果说自己那方面做不好的话 那他们也会剪的啦 替神可以吗 有啦 都是我自己上场啦 等一下还是我们自己上场的 我不会勉强自己啦 演员道德其中就是要照顾自己嘛 我们就不能够让自己受伤 要不然我们接下来就玩不成了游戏 对 就会单独我们拍摄时间的 对 我们是非常有演员道德的 对 我们加油吧 加油 春天花花花啦啦即将在鼠年跟大家见面 没错 那大家就要记得留守八度空间 春天花花啦啦啦 记得支持我们 可能是最后一季了 好 我觉得一听这个剧应该很有爆点吧 然后可以看到每个演员都那么和谐的在一起 而且全心全力把这部剧演好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是非常期待的 好 再说另外一个相信大家也非常期待的一件事情吧 也就是据说呢 钟志伟即将升格当阿公了 再次恭喜他 虽然这个消息还没有得到证实 可是呢会有 已经有很多消息不断地传出来了 先说一下吧 就是钟志伟的儿子呢 曾国祥呢 之前就获得了金马提名最佳导演 就是因为这部剧《七月与安生》 然后呢他也就是因此而成名而得到了很多的关注 另外呢他就在上个月的时候呢 就跟自己爱情长跑六年的女朋友王敏毅呢结婚了 当然呢王敏毅如果你要知道他们两个怎样认识的话呢 其实钟志伟呢就是他们的媒人 然后钟志伟呢对于这一个儿媳妇相当的满意 即使还没有过门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认定他就是他的儿媳妇了 那最近呢钟志伟就去看那个赛马嘛 就到沙田那里去看赛马 就有媒体访问他说 诶 这样当为什么没有带你的儿媳妇一起出来看赛马呢 他就说了不适合就不太方便 然后后来呢 他就有再继续问下去的时候 钟志伟说他非常期待可以跟自己的孙子一起看赛马 然后旁边的友人就说了 诶 就快要有好消息了 诶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我让我们大家等到一关关的消息了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先去休息一下 回来还有很多好新闻要分享给大家 每天八一八 快乐又解压 8864 稍后回来 大家好 我是周秀娜 嗨 我是James Lee 好 欢迎回来 八八六十四 你知道吗 在今年的2019年金马创投那里呢 其实金马创投就鼓励全马全球的华人继续为电影创作的 然后呢 就有15个国家报名 然后382件的一个企划的头案 然后有40件脱颖而出 而马来西亚呢 就有三个作品入围 那分别就是梁德辉的双膝动物 Cure 庄重围的 失踪还有严幼龙的 在世外桃源涂鸦的日子 先恭喜他们三位了 你知道吗 三位都是重量级人物 而且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还有很多的肯定呢 那我们先说一说梁德辉吧 梁德辉呢 之前他的研究生的毕业作品呢 就是第一志愿 他第一志愿呢 入围了很多个国家的国际影展 所以 我们看这个题材 我觉得第一志愿的题材呢 是当时马来西亚的整个一个情况 而双膝动物呢 讲述的就是 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一个工作情况 因为有很多的马来西亚 在新山那里的马来西亚人 会去到新山那里工作 所以感觉要在两边呢 互相适应的话 如果一不小心就会被淘汰的一个题材 我觉得这个还蛮写实的一个作品 所以大家支持一下吧 而另外呢 Cure的作品呢 就是失踪 那先说一下Cure Cure之前呢 在出演这个光呢 获得了年度新锐男主角的殊荣 他的那个 再如果你有看光的话 你可以知道他在那个戏里面 那个剧里面演那个自闭儿的时候 真的是演得非常的棒 自己也会在想 他是不是真的自闭 他真的把整个细节呢 研究到很细 很细腻 演出来的时候呢 感觉就是完完全全投入那个角色里面了 然后当然他这个入围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作品入围的时候 他有被访问到了 他说呢 这个虽然是失踪 是马来西亚跟香港合拍的作品 然后呢 得到这个创投的一个入围呢 相信可以给很多投资者一个信心了 那颜又龙呢 之前也因为鱼这部短片呢 也荣得了短片冠军 到底他们三位哪一个会是脱颖而出呢 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去看一下大牌《Chair Room》 有的是郭文文 8864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Nelson 郑家兴 我是郑景击的Joe 我是Many Qua 郭文文 我是Collin 河南 其实这次我第二次来KL他 但我儿子是第一次来 我对上一次来是22年前的 这个地方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人 人们是很… 热情 很热情 食物很有心机煮 我每天只喜欢吃街道的食物 我已经不得了了 所以真是… 为什么呢 人人都喜欢他 而且也挺甜的 不要吃太甜的巧克力 不要吃太甜,健康一点 其实我刚才一问我 我就想起是咖啡 咖啡放到水中 它可以把水改变 希望可以感染到其他周边的人的咖啡 其实我只是一只招 黄皮白心 外面看是一个亚洲人 但其实里面是… 因为我是多人多回来的 就有些鬼仔、白心 我想学好一些我的舞蹈 我想学多几种语言 可以早点去尝试某些东西 其实自己作歌也是后期才去尝试的 但我也做得挺好的 人最重要是活在当下的 学得好吗 学得好吗 可以的 偉大的妈妈就为了儿子 要去坚持这些梦想之余 又要希望可以赚钱养大她 那我就完成武漢的了 今年我也许 我没有拍新年歌曲 因为真的 实际上公司那边安排了很多东西 然后可能配合不到 单非不解体 两姐妹唱歌已经三十几年了 也发过了很多很多的专辑 那可能现在呢 就是说想要有自己的一个梦想 发一下自己的个人专辑 然后唱一些自己喜欢唱的歌 我觉得不管是风采姐妹也好 观文也好、观音也好 都希望喜欢我们的朋友 继续支持我们 这个专辑是大马和香港歌手 我们一起合作的 这个叫什么封面 你知道吗 什么 双封面 很难得的 五个人一起相封 是难点的 马来西亚这个地方 对于广东歌、新歌、出声音 那些人还有一个情怀 收到大马这边的唱片公司的邀请 我其实真的很激动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歌手 其实也看到现在很少人买唱片 都个心有点难过 但是我们还继续坚持的时候 难得大马的人他们还会继续支持 其实我当然是非常乐意 最后我们希望你们都支持我们整个 大家一起唱 大家不要一起唱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送专辑给你了 问题也是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写出刚才四位歌手的名字 并且把你的答案还有个人资料 电邮到8E-newsatatv.com.ny 去支持一下他们的专辑吧 我们就会把这个专辑送给你 然后送给你了 听了以后我们大家就可以一起唱了 好 再说一下另外一个男团 我觉得是大家蛮sat的一个新闻了 就是你知道在偶像练习生 就是真人秀的这个节目里面 他们就出现了 就从当中飘出了9位最优秀的男生 然后就组了一个团体 叫做9% 然后9%它就已经是限定团体了 限定团体就是他们从签合约到结束 他们有一个结束的日子 就是为期18个月 因为他们9位都是来自不同的经纪公司 来自不同的背景 所以18个月过后呢 就要把他们送回各家各造各妈了 所以他们是在8 2018年4月6日成立的 18个月就在昨天的时候呢 正式毕业了 那网络呢就有出现了这个照片 也就是他们9位毕业的照片 相信很多9%的粉丝呢 都会感觉到很伤心 然后也感觉到蛮失落的 然后就在他们 其实他们在2018年8月13号的时候呢 就入围了年度最受欢迎乐队集组合奖 那你可以看到他们9位呢 各个都有实力 各个都有颜值 各个都是颜值的担当 所以现在他们也算是真正的落幕了 然后他们出了第一张专辑 还有就在上个月就在9月份的时候 出的专辑限定记忆呢 就来跟所有的粉丝们说拜拜了 不过没有关系 我相信呢 他们各自发展的话 也会发展到很好 相信你支持她的话呢 也会支持到底了对不对 所以不用伤心了 好 再说一下这个女团吧 是我觉得还蛮新鲜嘛 就是整个感觉 一看他们的那个MV 就感觉非常的有活力 9个呢都是 8位呢都是美少女 都是非常碎非常可爱的 我们去看一下他们的MV 有的是Dream Note的 Hakunama Tada MV 對那些 兩個 什麼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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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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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把那遺留過 林物欣賞夢的尊名 NOVANA 二萬的世界 Unlike in this, these are only a dream of my life Are we all, are we so hot? Song pretty girls lying in danger Are we all, are we so hot? We are the dream of falling higher 王,有沒有覺得他們個個都是 實力還有可愛的三幫呢 你知道嗎 他們剛出道的一個星期 就马上登上了韩国女团品牌评价 排行榜第24名 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 算是一个评价 还有一个肯定 然后Dream Note即将在10月12号的时候 下午6点 就会出现在Archia Shopping Mall 所以大家是不是非常需要 想去见他们呢 我跟你说问题非常的简单 如果你想要坐到很前排 看到他们的话 见到他们本人的话 这时候有问题了 请写出Dream Note的出道日期 所以只要把你的答案 还有个人资料 电邮到ad-news atv.com的ny 我们就会送你去到很前面 看到他们真正的面目了 好了 快点 电邮进来了 这时候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每天8与8 快乐又解压 8864 稍后回来 大家好 我是Janice 颜一格 8 E news 欢迎回来8864 稍后 我是HAPPY 颜一格 那你有没有什么东西 是觉得自己觉得很可怕 然后觉得一辈子都不会去做的事情呢 对我来讲呢 我觉得高对我来讲应该还算OK 我也没有说恐高症 或者恐就是恐高或者是怕高之类的 但是如果你要我去跳Bungie Jump的话 我一定会犹豫 更何况是去Sky Dive 我跟你说53岁的刘嘉玲 他最近就Po出了一个影片 就是他去跳滑翔闪的这个片段 你知道他也自己说了一句话 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让大家有那个激励的 他就说了有时结果并不那么重要 克服恐惧的过程更有意义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影片 他真的是360度感觉 就是他一直都很享受那个过程 然后我在想他有怕吗 因为他说克服恐惧 如果说克服恐惧的话 代表在某种程度上他是怕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全程都在享受着 所以这让我感觉到 其实有时候克服恐惧并没有那么的可怕 反而如果你能够换个心态 去享受那个过程 我相信整个结果会变得更好玩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追逐某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我们一定要得到那个结果 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了过程 然后很多时候人家会觉得 过程应该是很痛苦怎么样 但是同时你可以转个念 去享受那个过程 或许你会更享受过程与结果 也有可能那个结果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的好 好 这时候我们节目也来到了尾声了 希望大家可以勇敢去追梦 去挑战自己没有办法挑战的那种恐惧 好 这时候送给大家最后一首歌呢 有的是林凡的 如果哪天 拜拜